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杨子在其古装大女主,携手任嘉伦领衔出演,宣露,留学亦惊喜加盟。 说起近几年娱乐圈中的当红女星,凭借家有儿女欢乐颂被观众熟知。 在香蜜沉沉尽如双亲爱的,热爱的中大放异彩的杨子无疑是榜上有名的一位。 作为90后的新近人气小花,杨子不仅有着出色的颜值。 自身的演技更是无可挑剔,因此一度被认定是新一代小花中的领军者。 杨子在其古装大女主,携手任嘉伦领衔出演,宣露,留学亦惊喜加盟。 2002年,年仅10岁的杨子便同兴出道,凭借首部作品《笑装秘史》展露头角。 随后,在2004年与2005年上线的《女生日记家有儿女》两部作品中被观众熟知。 2018年至2019年,杨子凭借古装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与现代剧《亲爱的》。 热爱的大伙,仅仅两年便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成为了当红女星。 如今的杨子,无论是影视剧造诣还是娱乐圈人气,都已经是公认的一线了。 再加上她近几年丰富的影视剧资源,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内鱼女星了。 近日有消息爆出,杨子江在其古装新作,并且还是一部大女主剧。 该剧名为《江航》,目前已经在网上宣发。 除了杨子的领衔女主之外,该剧还选定了一位人气男主,她就是同位一线的任嘉伦。 任嘉伦与杨子一样,都是娱乐圈中公认的实力演员,而且颜值、演技、人气俱佳。 不仅出道多年,参演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,比如《大唐荣耀锦衣之下》,《周生如故》与君初相识,蓝艳突击不说再见请君等。 任嘉伦作为内娱男星的标杆,不仅是因为她有出色的颜值和演技, 更是因为她极具担当和责任的品质,在成家之后早早就公布了自己的老婆。 不像某些男星一样躲躲藏藏。 也正是因为任嘉伦的这种品质,才使得她积累了一批最忠实的粉丝。 无论什么时候,这些粉丝都会无条件地支持和肯定她, 因为她最是值得。 如今有消息爆出,任嘉伦要再次携手杨子共演新剧,必然是热度拉满。 之所以说再次携手,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二位已经主演过。 一部《天机之白蛇传》说了,也是一部古装剧。 除此之外,这部江航在宣发了男女主的人选之后, 还顺势爆出了另外两位人气演员的加盟。 一位是凭借与军歌大伙的宣露,一位是凭借刘梨出圈的刘学艺。 无论是宣露还是刘学艺,都是近几年娱乐圈中的新一代人气演员。 而且都是公认的实力派,虽然他们目前的流量不高。 但是在演技方面绝对是抗拒能手。 此次有他们二位加盟,无疑是又多了一层保障。 目前,有关这部古装大女主剧《江航》的启动已经宣发。 作为主演的杨子,任嘉伦,宣露,刘学艺四位演员也相继得到了爆料。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消息。 大家喜欢的话,不妨持续关注一下。